你們要玩的可以先自己進來 然後沒有好友的可以先加一下 要簽是4個7 我要去抽完你了 保障王國 所以是沒有單獨一個可以抽的是不是 只能去靠那個 只能去靠那個商店換 還是都有只是就是會不會中而已 小四伸手先來個10抽 都有只能換 所以他掉寶率是有的 都是有機會出的是吧0.01% 就等於說現在基本上是要保底 不會你真的很賽 沒有亮黃光是不是都可以不用看了 這個是只要沒有亮黃光是不是都可以直接跳過了 藍天藍白暈白 PVE不用儲值 PVE是你要勤勞做任務 你要每天上來打一把 然後才有那個手剩可以拿 才有那個錢 沒事我們已經7個代幣了問題不大 我出了我出了兄弟們 以擁有 60 60抽就出了一個 看來還行運氣不錯 還是我這邊可以不用保底 怎麼看都不可能抽不出來的呀 剛才還有輪數我會換不出來 怎麼看都不可能換不出來的 我覺得他後面全部都保了 我那個25代幣一定也夠的 另外兩個是啥 煙火幫手腦艾克 換錯這個好了 啊 幸好我甚至不上線不會抽 不然按這種狗運程度夠我喝好幾乎 不然按這種狗運程度夠我喝好幾乎了 幸好真是不上線我絕對不會花八毛錢 要花正經白營抽是不可能的 請問 此直播是否引起大家的不是 我很抱歉 如果此直播內容引起大家的不是呢 我對大家深感抱歉 你們可以計算一下我花多少代幣 抽到25個股幣的 給你們參考 我現在是 6050 所以我花了4000 然後我前面又花了 又花了7000 所以大概是11000 11000到12000 可以湊齊25個股幣 你們自己算一下換上台幣多少 但這是陽獸人的抽卡 陽獸人的抽卡 是12000 保障幣 有這個艾克 加上新的棋盤 再加上 再加上 剛剛那個 好吧 給你們參考一下 我換下棋盤吧 然後我換下你吧 好大打出手 你玩的范德爾是有被砍過的范德爾嗎 因為范德爾今天砍了一刀 50%的那個傷害 就今天有那個削弱范德爾的強度 范德爾只會被砍50%的那個 傷害 我不知道打出手會不會有影響 也不一定是沒有人想要可愛達尼 有可能只是因為大家沒有抽到而已 他不知道什麼東西 從150變成砍成100了 分削 這個就很爛 這個戰隊學院用不起來 會不會你要分削一直打工啊 感覺是打瑞文 有可能是家人 有可能是家人的這局 家人兄弟們 戰爭學院大家都一樣 所以 進去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原來是打瑞文的 這個感覺很適合賭 賭一二費 感覺是這個 好啦就這個了不管了 沒玩過這個要玩一次 要像沒有玩過的東西去練習 因為這個沒有選過啊 得選看看 經典家人兄弟們 台幅20號會改 上次看天晴拿這個他滴了9張 那那也沒辦法 更容易出的啊 絲維 這麼跟你們講的不太一樣 這邊怎麼上來就兩張了 打回事啊兄弟們你們不是說這很難出的嗎 反正這邊就先蹲吧然後等下再來慢慢提質量 主播覺得PVE平衡如何 哦這機應該是PVE裡面Bug最少的一次 有一說一看得出來他們的確是 蠻認真在做的 這個Bug少的數量已經有點像是趨近於正式版的 哈哈 家人兄弟們 這個家人 也不算家人吧這局沒有包包 對啊最大的Bug是進不了遊戲 怎麼這麼難遇到魔像開場我還遇到兩把了吧我記得在測試服的時候 那就完全看運氣的有時候就是會都碰不到 其實也可以玩高征服不一定要玩那個 家人 暴暴當法C我覺得可以後面補金克制的收割 那也確實只是先賭到的才是重點 科技槍有Bug吸的血不對 哎我跟你們講那天我碰到一個Bug就是 范德爾拿正義不會吸血 他有超常白癡的 我沒有遇到一個Bug是范德爾拿那個正義不會吸血 超級十張 他拿那個正義然後他拿到R出手他不會吸血 後來我把正義拆掉變科技槍他才吸血的 我還沒有刷到當你深處於絕境那個但是我拿過兩次威脅 我拿過兩次那個跟希爾科搭的威脅但我還沒有看得到那個 深處絕境這一個沒有沒有拿到過 別贏啊兄弟 靠腰 靠腰 幹炸了 咋贏了呀兄弟你咋回事 你咋回事 砍頭很痛 大頭被改了嗎好像沒有砍大頭吧 砍頭沒有到特別強 就是在那個先鋒裡面如果你 夠硬的話 別起來是強的 你如果不夠硬的話有些條件不滿足情況下他沒有到那麼強 但是從一張四倍卡角度上來出發其實還好 那還行啦這樣贏兩關你還可以接受 這個在擺安 可以接受 為什麼琉娜可以直接二星因為我是拿 繁星夜空 有概率商店刷出來就是二星 不用特別那個 再多一張捏 重新來玩的話推薦家人還有什麼好一點 先從大羈絆開始學習 不要上來學拼多多 因為拼多多對於新手來講不友好 大羈絆這個賽季都很簡單 你只要把那個7 你只要把那個7個大羈絆按進去你就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有什麼角色能用了 玩個幾把就會開始比較能夠 認識了 然後認識完之後就開始去學別牌這樣 就會開始好起來了 可能考慮封鍵了 可能考慮封鍵了 感覺家人這把的收益沒這麼高 感覺是放四針福牌 阿倫拿情緒管理不知道強不強 那個感覺應該沒到很猛 好 因此感覺強一點 這真不怎麼賣瑞爾 想說這瑞爾也不會那麼快二星 應該只量夠打應該也沒差 家人要范德爾主C吧 我通常沒有家人轉 或者是沒有家人天賦的話 我通常是瑞文跟達瑞斯在玩 就只是因為家人可以剛好用的到 就順便抓一下而已 因為瑞文跟 非愛還有范德爾是有聯動的 順便抓一下 但不過就真的很認真 你要 好可以不用滴了 等下拉6放非愛吧 因為這把他們的張數沒有很多 我就不想滴了 那我也可以6等滴 6等滴 非愛跟 反正順便滴到三星 可是我感覺是不用滴了 因為大連勝沒什麼必要 平均都滴瑞爾吧 我的受死話 包包都可以滾蛋了 真的 家人不拿裝的 改完征服了 זה 尚 讓ata 好 咦 隊伍 DYOW 亂 主 ihr ,HUB 組 這隊友可以在這邊滴一下瑞爾 但有點糾結想趕快拉等級了想拉等去放那個 因為你拿這個領布順便把那個d3感覺有點虧 就是 我們聽一下遊戲的音樂好了 一星追三建議在幾等抓角色基本上比較公式的話的第一法就是 3-1進來然後 先d1波大的 然後d2可能大概30塊看張數 如果張數都差一點點就硬追 如果張數差很多就慢慢追 就無等再慢d就是比較公式的玩法 但 有時候如果你有些不同的陣容可能就是像 上賽季的堡壘阿里你就不會在3-1 直接d玩 你會慢慢d互補 但這個很不一定 就是都會有一些小小的不同跟細微的差別 你其實主要還是要看就是說你到底 這個錢能不能夠出完你剩下想要的人 因為有些你的錢是不夠的 就你就算很散你也滴不夠 就你很散很散 每下滴都給你進好了 你可能也滴不完那些你要的牌 這種情況下就不建議滴玩 其實可以開戰爭學院說真的 原因是因為突然發現戰爭學院是可以用到分剑的 就會拿那把分剑開給戰爭學院 他不用了 他上七等音樂就變了耶 有些部署 有些部署 是未來的 是未來的 潘朵拉 感覺要拚個五倍三 反之外就過殘 先變個安比莎出來吧 場地就還行啊 但沒有那個萌萌蹦兔小酒館來的 讓人想抽啊 中規中矩吧 不差 但也沒有說真的到很好 變四星瑞文不如去靠4-6的這個便衣去刷 沒有理由自己在那邊騙 而且這邊不會出吧 我記得好像會出但機率很低 不如不變 靠腰 阿菲愛怎麼才清呢 這個等下再出一張泛德爾 就泛德爾也殘了 對 鴨人們誰懂啊 有他媽賽狗啊 這樣都可以補三星的 那所以這個放放這場地音樂 不如放死人清音樂是嗎 或者不如繼續用那個 萌萌木兔小酒館 來個希爾克吧 他還會變嗎 我感覺是不會變的 通常七等是直變 所以通常七等完就不會變了 不然看人家上酒會不會變 這真的是致死長大的 還能這樣塞兩張米薩出來的 他一張魔鬥了 有魔鬥就可以讓嘉然滾 來看能不能自己滴個二星吧 然後讓他進一邊 力量吸收 這個人可以拿了呀 挺好的 不會贏了贏了可以再抓個去邊 看能不能打到最後把能變成三的 全部變個三吧 三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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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三星 但是其實他的場地音樂設計也是符合 這一段的那個對不對 這邊已經到了末段了 已經到了那個 我比較後期了 所以雖然可能大家覺得不是很好聽 但 也確實是有在用心製作的 那麼多三星不開秘密嗎 沒有阿里了 而且是物攻陣 對啦胖阿里也沒小用 瑞文一個手起刀路 來不及了 啊 死了 判斷可以滾了 泡妖又來 剛才就有來賽爾新聞是吧 對 顎對隊的湖 果然 輸 截魔肉吧 玩點在抓凱特林那邊 飛機可以不要了 這邊已經夠我變出三星安比莎了 可以換個吸血鬼吧 吸血鬼比犯德2好 還多個50 OK加油慢慢變 鏡狼真的是中醫用的也不會吧 如果你有魔凱撒的話就不算中醫用的 你像那天那個魔凱撒的 他媽的 征服著每個人拿滿裝的那個 那個魔凱撒就很強 第一隻魔凱撒直接開一遍 那個就很猛 對這個很適合讀小炮 我可以看到我們最可愛的安逸斬殺動畫 哎我問個問題 你們看這個安逸斬殺動畫會不會3d暈 這個安逸斬殺動畫很晃 會不會3d暈啊 啊 現在怎麼說 還是把達日文裝卸給他 哈哈哈哈哈哈 達日文不拿裝了 達日文拿來強化 不管他不給他裝是怎樣 感覺要看有沒有機會變個5倍3星 3星安逸斬殺直接開點 強的離譜 你們覺得這把誰有機會會3星 你們覺得誰是比較有機會5倍3的 我看一下第二名是什麼這種 第二名會叫勒布朗 這個拿鐵男鐵男沒機會3 他的那個蒙多快要3了 他還是被3星 難怪這麼好騙 因為有人在跟我一起騙 傑西會3嗎 沒關係傑西可以等下再來 不著急 反正傑西是3隻的 可以隨時再拿回來沒有差的 黑玫瑰有點東西黑玫瑰三星蛇 這家的黑玫瑰是有點料的 這家的黑玫瑰是有點料的 他的神力有點猛 他能打贏除了我以外在說的人 他能打贏除了我以外在說的人 等一下我沒看錯吧 我有看錯嗎 我的傑西為什麼給我變成 非愛啦 這傻呀 傑西他媽給我倒退進化變成 非愛那你還 你還能不能給我變回去 變回傑西行不行 你會不會把他往下變 你會不會把他變上去 你會不會給我變回去 兄弟 你搞毛啊 我看了什麼啊 我甚至打不過這家 差點打不過 哎別搞你這樣搞會出人命的 操變回去了 我吐了 你這樣搞真會出人命的 媽的 無情開戳氣死我了 幹騙了老子的 有啦懶剛傑西在這裡 配爾老子的這個五配二 感覺是要帶個吸血啊 完瑞為一個公道 不過邪錯也行其實 這邊起來很多下波一波 當然先低一點吧 勒布朗是三星不了的人啊 拿去變吧 媽的 不管想了一下勒布朗三星不了 完蛋 是不是他打不過對面 壞起來了兄弟們 幹被剛那個卡了一頭張數 現在這個張數不太對 錄血 這是什麼急速前鋒 把他開個逆命吧 繼續編 想變個五倍三 感覺要變不出來了 我已經沒卡你都不打了 不然剛在那邊吃張都不打 OK放了急速前鋒就好起來了 看來還是很需要這急速前鋒的 沒有強制他很多 快消息 快消息 鐵男二了 但是鐵男是無不了的人 鐵男是三不了的呀 鐵男二的是壞消息 這肯定變不出來了 這肯定變不出來的 剩兩回合了 就算我在輸贏輸贏 感覺是並不太出來 何況這邊可能不會贏 不會不會輸贏輸贏 剛剛那個被黑五倍二太虧了 太傻逼了 那個那個那個直接把我那個 五倍二給黑掉 幹超白癡 雖然有人也不一定變得出來就是了 但至少比較有機會 這樣沒機會 安比莎沒有急速前鋒有點爛 有急速前鋒都強很多 因為會加跑速 還是我這邊拿一個麻雜哈 他等下會直接變 變一堆麻雜哈出來 信你 你們知道最強的五倍三是哪一隻嗎 最強的五倍三應該是藍寶 因為藍寶有那個 藍寶有那個進化 他進化會有一個90%減傷 藍寶是最強的五倍三 所以藍寶在五倍三單挑的時候 藍寶會有超級大優勢 對面那個不是四倍三 那個卡薩比亞是三倍三 所以如果有機會玩五倍三的話 藍寶是最強的 哎他要死了我要怎麼辦 我怎麼放爛一點 這樣就不給了吧 我想一下我怎麼放爛一點 呃 東西就不上了 他人們放爛一點 東西就不上了 我把他卡住 靠腰 他這兩個射程 他走過去想他扁 我想一邊疊這個層數 我又不想要直接全下 你知道 看也沒辦法了 所以你都不也是鞠躬進退了 擋過 我已經盡量不放急速了 這樣被炸好像途路全場了 差一點可惜 被他吸起來了 哎呀可惜 我想說我可以那個 GP卡那六層數 我想要吃六層 你知道 想要吃到750層 然後看能不能打到 下一關 再慢慢變 那沒辦法 哎 就是那個 系統有BUG啦 五屁師是什麼東西 六屁師太白癡了